第四季节目 夏兰 你回来了 熊震灵 你 你怎么进来的 马拉松 你 宣判双下来了 我宣判你 死刑 我看了几点了 你来吧 没事 没事 没关系 我等你啊 这样 这样吧 你怎么了 神经兮兮的 我觉得刚刚那人一直在看我 疑神疑鬼的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情愿我这两天老觉得 有人会突然跳出来 跳出来威胁我 谁敢啊 你老瞎想什么呀 对了 判决书不是你自己写的吗 自己审的 自己改的 别人帮你服印装钉的 你怎么突然间又犹犹豫豫了 这好像不是你这个马拉松的风格 我是一直在想 我国古代司法不是对大批也非常慎用吗 还得报到刑部去核实 我还一直想起王墨说的话 我们现在的司法理念 也在迅速地提升 一直提倡说要慎用死刑 我这一锤子下去 可就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了 不是你这一锤下去 就注定的结局 是这个被告啊 在作案的时候 已经注定了这个结局 你应该无比坚定才对啊 怎么瞻前顾后呢 齐悦 我在来医院之前 我看到外面那个车灯 从窗户上映到我们家天花板上 我看到左边 它是蓝色的光映着白 右边它是黄色的光映着红 中间是一道长长的灰色 然后我就在想 这不就象征着人间的冷暖吗 所谓冷暖自知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判错 行吧 所以说呢 每个案子都要小心求证 无虑不灵 我以前看别人在那儿判案的时候 我老是觉得非常的轻而易举 可是等自己真的坐在中间 拿起那个法锤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这个东西怎么那么那么地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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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